在指令的这个地方可以制定拖拉出来一个 那这边按右键你可以去做一个 这边有一个叫变更 你可以去选其他的这个图示 或甚至你可以怎么样呢 去编辑上面的图你可以清除 自己可以选 比如说你这边的话你可以就是 直接给他一个自己可以去编辑他上面的那个图 比如说你选一个A 按确定 那上面就是一个A 也就是说到时候你可以去制定出你要的这个动作 那假如说 你看假设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要做这件事 比如说第一个 我要做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 做那个什么 这边 这个格式里面呢 第一个一定都要做这个民国年 那第二个动作一定都是要把这边新增 几个 把它录制下来 假设这个是我每天要做的事情 那我就把它录制下来 录制下来 我这边叫MicroE好了 这个叫Ctrl加Q 叫Q好了 那如果说我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 其实就可以先把它怎么样 录制下来 录制下来的话呢 以后就可以一次就可以把它完成 比如这个地方 先把它做 然后这边再插入五栏 那五栏之后的话把它缩小 缩小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范围 做资料剖析 资料剖析下一步下一步 完成 确定 那最后的话把这个跨栏之中 跨栏之中之后的话再把这几栏选取 再做格式的栏 自动调整 那这几个动作做完之后按 停止录制 停止录制之后呢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呢 把这个按钮改成什么呢 改成我这边右键指定 改成什么呢 改成 指定之后呢 在这个A上边按右键 你可以去指定什么呢 指定这个MicroE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假如说我今天把这个关闭 关闭了对不对 我不要存档 下一次呢 我再直接去把它开起来 因为假设说 这个是我每天一定要做的 那我就把它做一个按钮之后呢 下一次就可以直接按一个什么呢 按一个按钮 按一个按钮 再试一次 看一下 这边 刚刚是不是对应到 所以那个Michael 那个刚刚的东西是存在 刚刚那一个 刚刚那个没有存起来 如果说你将来 如果那个动作存下来的话 以后按就可以 直接就会直接执行 那你就每次就是 直接用那个按钮 就可以完成了 好画面先还给你们一下 这个样子 文字 收听一下 可以可以 上面的按钮 也可以变成一个文字 没问题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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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